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演講開始之前 我先問現場的各位朋友一個問題 當你最近感到身體非常容易疲勞 總覺得很不舒服 但你又說不上哪裡不舒服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想找中醫調理還是找西醫治病 找中醫調理的請舉手 我看到現場舉手的人好多 好 我現在再問大家另外一個問題 當你現在全身的皮膚突然間過敏 紅腫 燒癢 腎葉 流膿 你根本無法忍受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想找中醫調理還是找西醫治病 找西醫治病請舉手 又是刷刷刷舉起來了 這兩個小問題其實反映了現在生活中很常見的一個現象 那就是沒有病想調理就去找中醫 有病治病就去找西醫 對嗎 在絕大部分人的眼裡 中醫是不治病的 它只是用來調理身體的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中醫的存在也是為了治病救人 它並不局限於調理和保養身體 可能是因為中醫太貼近我們的生活了 它甚至已經成為中國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 比如 立秋了 天氣開始變得乾燥了 很多老百姓就會開始張羅著 買一點穿背母 潤潤 潤潤肺 到了立冬 天氣開始轉涼了 老百姓又開始張羅著 買一點當歸 人參 包包 雞湯 軟軟身 正是這樣貼近生活的中醫 那很多人產生了誤解 以為中醫就只是調理身體罷了 畢竟你不會去買一點看生素 止痛藥 來包包攤 補補身子吧 會的請舉手 現場沒有人舉手 有一個同學舉手了 好 我自己是一個中醫科的主治醫生 日常我的門診工作十分繁忙 來找我看病的有難科的少弱精子症 副科的多難卵巢中和症 額科的注意力缺陷多動症 大家找我都奔著治病而來 而我的門診也實實在在 是為了解除人類最痛苦的一種表達方式 疾病而存在的 可能有人要說了 就算你中醫可以治病 那又怎麼樣 你是曼藍中 你得慢慢調 現在生活節奏這麼快 我哪有時間給你慢慢調 正要遇上急性病 還不得去找西醫嗎 其實不是這樣的 治療的快慢取決於疾病的特點 治療急性病 中醫也很快 治療慢性病 西醫也很慢 比如現在中國最常見的兩種 慢性病 高血壓 糖尿病 你說 你會去抱怨西醫很慢嗎 顯然你不會 但是如果讓你願中醫治療一個慢性病 比如多男卵巢中和針 要治上三五個月 我想你早就開始抱怨 太漫長了 試問是三五個月長 還是你的一生更漫長 在今年的8月23號 我接到了一個很急很急的案例 因為廈門當地的老婦人 因為自己的親姐姐突然間離世 悲痛欲絕 整個晚上輾轉反撤 無法入眠 到了天亮 老婦人發現自己左半邊臉 突然間變得不利索 說話含糊不清 臉很痛 刷牙會漏水 臂口骨氣會漏風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急性面癱的症狀 老婦人的外孫女 在當天晚上十點半的時候聯繫了我 我並沒有夜診 老婦人的病非常急 我真不敢耽搁 於是隔空給她開了三副中藥 祝福她趕緊把藥煮好喝上 過了兩天 到了我周一下午的門診 老婦人在自己的親閨女和外孫女的陪同下 來到了我的門診 她等了好幾個小時 也不找我看病 就為了跟我說聲謝謝 因為兩副藥下去 老婦人左半邊臉的症狀已經完全消失了 在這期間除了中藥外 她沒有採取任何其他的治療措施 可見致起急性病癌 中醫也很雷厲分行 可能有人又要說了 就算你中醫能夠治療急性病 那又怎麼樣 你不科學不匯犯 隨意性太強了 你又沒有大數據可以支持 其實西醫就不一樣了 她給患者們吃的藥 都有明確的適應症 不良反應 藥力獨立 你們中醫有嗎 我們怎麼沒有了 我們當然有 現在大家在各大藥房買到的忠誠藥 比如小兒肺樂可闖顆粒 尿感鈴顆粒 鼻冤通竅顆粒 這些都曾經是中醫師筆下的一張張處方 他們被仿佛音樂療效可靠 而最後被挑選出來 作為一張標準化的處方 經過嚴格的動物實驗 來驗證它的藥理毒理藥效 再經過臨床一期二期三期實驗 仿佛驗證它的安全性和療效 最終才能夠通過國家藥品管理部門的審批 成為新藥 批准善事 照服病患 他們一樣有明確的適應症不良反應 國家的藥品管理部門 並沒有因為你是中醫中藥而有綠色通道 你一樣要經過層層的把關 那麼問題又來了 既然你中醫可以治療急性病 你又有科學根據 那麼為什麼現在中國每個城市都只有一個中醫院 但是西醫院卻遍地開花呢 顯然在當下中國的主流醫學是西醫 對不對 確實如此 中醫的接受程度並沒有西醫高 那我們現在一起回到1840年到1949年 在這100年的時間裡面 當時中國的主流醫學中醫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幾乎毀滅性的打擊 一方面國家動盪不安 西醫開始大規模地傳入中國 他們開始辦醫院辦學校 鼓勵中國的學生去學西醫 而逐漸地在中國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老百姓由最開始的 我這一大罐子的中藥都起不了作用 你這一顆小小的西藥頂什麼用 變成了今天 我這一顆小小的西藥都起不了作用 你這一大罐子的中藥能頂什麼用 另一方面 1914年到1937年 北安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片面推崇西醫 對中醫採除了 廢除中醫中藥的各種條例 對當時的中醫人投來了最致命的一擊 雖然全國各地的中醫人士 紛紛成立了醫藥救亡請願團 經過努力的看爭 保留了中醫中藥 但是中醫已經元氣大傷 而在這個時候 西醫抓住了科技高速發展的步伐 各研究領域生機蓬勃 不但在中國站穩了腳跟 還脂肪夜貌 元氣大傷的中醫 其實並沒有就此一蹶不振 相反 有時之事帶領著中醫奮起直追 在建國之後 各省市紛紛成立了 中醫藥大學 中醫藥研究院開發了大量的中藥新藥 比如圖幽幽的氫耗素 為中國人的健康事業 貢獻了一份中醫的力量 我這一輩的中醫人 在大學裡除了要學中醫的知識外 西醫幾乎所有的課程都是我的必修課 本碩博十年 我的大學過成了高三 我在2009年的時候 外派到台灣慈濟大學 在台灣的半年時間裡面 我主修的課程是西醫診斷學 解剖學 我也曾經拿起手術刀 從頭到腳給大體老師解剖了一遍 我一點也不排斥西醫 相反 我覺得中醫西醫並不是矛盾的存在 兩者的本質是相同的 都是為了治病救人 只是大家的治療方式不一樣罷了 說到底是殊途同歸 我在香港大學裡嘉誠醫學院 完成了我的碩士學業 後來我去了北京中藥大學 跟隨國醫大師王琦院士 完成了我的博士學業 恩師王琦院士是目前中國還在世的 僅有四位既有國醫大師 又有院士雙頭銜的 中醫藥界泰斗之一 作為一個德高萬重的 中醫藥界泰斗 他在臨床看病 也不是簡單的 打個麥 看個舌頭 問你幾句話就結束了 一樣要拿客觀數據說話 比如治療多男卵巢 你有沒有治好 不是老師說了算 你要拿出你的性激素六項的報告單 B超報告單 患者的月經是否恢復了規律 來做一個中和判斷 恩師提出了九種體制學說 最開始只是他的一個想法 到今天形成了獨立的學科 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時間 從文獻觀察 臨床研究 2005年到2007年間 全國九省市 兩萬一千九百四十八例 一般人群的流行病學調查 逐漸的建立了體制判定的標準 2009年由中華中醫藥學會 頒布了中醫體制分類和判定標準 至此成為國內的寒標 成為寒標之後 王老師並沒有止步不前 相反 王老師帶領著自己的團隊 結合最新的科學技術 對體制進行了微觀研究 表型研究 現在由王老師開發的中醫體制量表 已經被翻譯成 英 俄 德 日 韓 西班牙 六種外文版本 新時代的中醫人 也在願大數據說話 新時代的中醫中藥 一點也不老太隆終 我們充滿了生命力和創造力 可能有人又有疑惑了 中醫不是講究辨證 潤智 因人而異 把每個人都當作獨立性的個體 來看待嗎 那麼大師的臨床經驗 怎麼可能像西醫一樣推廣和複製呢 確實如此 大師固然難以複製 人也有個體差異性 但不要忘記了 中醫還講疫病同治 不同的疾病 不同的個體 只要你的規律是相同的 一樣可以越標準化的診療思路 就好比仙人掌 雖然有高矮扁圓的差異 但都叫仙人掌 都喜歡陽光和乾燥 因此一個好醫生成熟的診療思路 是完全可以推廣和複製的 有一次 有個朋友 帶了一個過敏性鼻炎的小孩 來門診找我 小孩子的父親 對中醫可以治好過敏性鼻炎 非常非常的驚訝 他的眼神充滿了懷疑 好像在說 得了吧 中醫也能治好過敏性鼻炎 西醫都才控制症狀而已 快別吹牛了 但是 他依然願意讓我試一試 第一週中藥吃完後 小孩子的鼻炎症狀 完全沒有緩解 小孩子的父親洋洋得意 你看吧 我說對了 中醫就是不可能治好的 到了第二週 小孩子的鼻炎症狀 緩解了一兩分而已 如同隔靴搔癢 到了第三週 突然間 小孩子的鼻炎症狀 緩解了一半 小孩的父親 積極性一下子 被調動了起來 連去香港旅遊 都要將中藥煎好 隨身攜帶 到了第四週 小孩子鼻炎的症狀 只剩下一兩分 到了第五週 鼻炎的症狀 完全消失 到了第六週 再吃一週 巩固一下 他徹底停掉中藥 到現在半年多過去了 小孩的鼻炎症狀 也沒有再放過 朋友呢 從中醫黑 轉成了中醫粉 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中醫是怎麼治療 過敏性鼻炎的 我訪問他 西醫是怎麼治療 過敏性鼻炎的 是不是整體的 看過敏藥 加上鼻腔局部怨藥 比如綠雷他定片 加上鼻腔減充血劑 就我個人而言 中醫治療過敏性鼻炎 考慮的還要更全面 過敏性鼻炎呢 是鼻連膜局部的 變態反應性疾病 雖然他的症狀 在局部 但是根本的原因在於 人的體質過敏了 你的免疫系統變態了 不分青紅皂白 見人就打 見物就打 時刻的引發著 你的鼻腔局部 變態反應性疾病 我的這張處方 雖然很簡單 只是由幾位中藥組成 但是卻體現了 整體系統和局部的觀點 整體在於 調理你的過敏體質 系統在你的呼吸系統 把點在你的鼻腔局部 對症下藥 有整體有系統有局部 你覺得我的考慮 不規範不科學嗎 我覺得一樣很科學 可以推廣複製嗎 當然可以 只要你的診療思路正確 我相信不管哪個中醫 開出這一張過敏性鼻炎的處方 對絕大部分鼻炎的患者都有效 作為廈門大學的一名老師 我還是下大醫院的一名醫生 也是一位臨床科研工作者 我的臨床教學科研都與中醫息息相關 我熱愛我的三重身份 臨床可以防补我的教學 科研可以推動我的臨床 我在下大開設了一門校選課 學生們稱他為下大最搶手的校選課之一 選課系統上面顯示 一分鐘之內同時搶我這門課的學生 超過了七百個人 有一位同學跟我說 朱老師 每次上完你的課 我都要給遠在河南的父親打電話 將您上課分享的門診案例 和PPT上的內容 說給我的父親聽 我覺得您的課很實用 我的爸爸需要他 我沒有想到自己的一門校選課 竟然可以成為搭建其遠方的 富與子之間的一道溫情橋樑 我的門診除了日常 滿滿淡淡的預約號外 也曾經迎來了 從菲律賓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特地打飛滴前來就診的一家人 我的門診也遠程接診過 生死一線的跨國救援 我常常對患者說 如果你希望你的疾病一周能好 我一定希望你的病兩三天就能好 如果疾病給你造成的痛苦是十分 它一定會讓我痛苦萬分 在人與疾病做鬥爭的過程中 其實醫生和患者 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 我們可能面臨著同樣的痛苦折磨 危險 危險 我們必須彼此信任 親密合作 並肩作障 醫者 人心 我們見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 我希望自己可以為您搭建一處 有溫度的診室 在這裡您可以將傷痛留下 將健康帶回家 中醫是我與這個世界互動的方式 我願意用自己余生的光陰 用我的醫術去傳遞一份中醫的力量 謝謝